波車大姐小巷到處放鬆 有人確診 連名字職業都說得一清二楚 傳出彰化有兩人確診 還是一對母女黨 疑似到台北萬華做生意 染疫後被帶走隔離 地方上傳得沸沸揚揚 又是廣播車又是全鎮大消毒 里長前一天熱心奔走 告知所有里民有人確診 但幾乎是同一時間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卻說 確診個案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當天沒公布要拖到隔天 地方上人心惶惶 但廣播車宣傳 如今恐怕面臨罰則 加使傳播確診者 最高開罰三百萬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事隔一天當地里長必不見面 直低調說自己忙著消毒 對於宣傳車行為不予置評 另外網路更傳出案1237彰化軌跡 事後也被一一否認 隨著疫情升溫 彰化胡言善金針花還避免群聚 上午拉起風所限一律 禁止進入 趕快下來 趕快下來 今天終點了 儘管附近攤商生意受到影響 但在疫情大爆發之際 實在迫不得已 集中部綜合報導